陳主委,一開始呢,我這個總召開頭的時候就要求你做一個道歉 是你今天整個時間,投影片,還要我們等你的時間 我現在也要求你做一個道歉 你知道你今天你在做報告,我都全程在這邊聽 你非常的大聲的指控民眾在散發假消息 這個事,你知道是什麼事嗎? 我在指控的是,從8月28日 我覺得你這個指控很囂張啊 不是,這個太多的相關的本家網路直接在做這個不死的攻擊 這個會嚴重影響到整個洛下的 為什麼要請你道歉 現在8月28日你原來公告的內容,請問你網站上找到找不到 我們後來有修正啊,而且又開了記者會 我要先講喔,修正是你後來,包括國民黨,我們有開記者會 說你原來的公告會讓台灣也可以使用萊克多巴胺 我們要發起一人一信,灌爆你農委會的信箱 後來你們的確修正,但是我要說的是,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我比國民黨在開記者會之前就宣布這個修正 沒有,我開記者會你才宣布的 記者會是我開的,我很清楚 開完之後你們才宣布的 但是我要說的是,我們在開記者會之前 國民黨團,包括很多國民黨委員早就都發函給你們了 說這個文有問題,這個公告有問題,我們開記者會前一兩天 國民黨的文就過去了,我們黨團的文就到農委會了 只是那天開記者會,以後來才修正 但是我要跟你說的是,這個2012的文字一模一樣 現在是我的時間,我沒請你講話 第一個是什麼問題,第一個代表你這個開放根本就是 衝衝助助,衝衝忙忙,在完全沒有做一個文字很好的討論的時候 你們就,8月28就公告,這包括我那天在教育委會問 你們的官員很多都是在總統宣布了之後 才知道明年1月1號就要這麼做了 你們的農委會的同仁被蒙在鼓裡 所以怪不得文字會出錯 再來我要說的是,2012一模一樣的版本過來的一個預告內容 你們請問一下公文,你發文的日期,發文字號,你後來修正 字號不一樣啊 還有一個啊,我告訴你,農委會網站 現在的網站,我打開看到的是什麼 還有8月28號的公告啊 繼續存在你農委會的網站啊 這一個是公文書的部分都會留下歷史紀錄 而且重要的是在9月7號的公告的文件 我要說的是,你不能 我要再次的來說明這個 可是你不能去怪民眾嘛 不是怪民眾 你怎麼去怪民眾呢 你自己公告,都在網站上都看得到 在農委會網站都還找得到 因為這一次 民眾還是看得到 誰知道你9月7號 另外有一個是取代它 那你就應該先廢止它嘛 你就應該先廢止它嘛 廢止重新公告嘛 你不廢止它 你現在怪民眾 你現在怪民眾 說他看到在散發假消息 你真的,你的公告就還在這邊啊 各位報告,那個8月28以後 我們在9月初就有最新的這個預告 你不先廢止了 你不先廢止重新公告 就只為了求時間 求什麼時間 那個是預告呢,那不是公告呢 但預告一樣啊 不一樣 預告裡面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要跟你講啦 你站在這邊解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公告 公告 叫預告 我知道 但是 我要跟你講啦 我今天不是從我的角度 我是立法委員 我當然知道結果是什麼啊 但是你對一般民眾是什麼態度 就是一個做官的態度 你就是一個做官的態度 我不是針對一般的民眾 你這就是針對一般民眾啊 什麼叫在散發假消息 什麼叫請勿造謠傷害團養豬產業 我是針對故意在這個消息散播假 你不是已經開始用受違法 在對一般民眾出手了嗎 當然不是啊 是針對特定的團體 跟特定的粉專在故意傳這個 你就是對一般民眾 就一般民眾 就已經被你告到警察局去 各位,我們要不要來看一下 這些特定的團體 到底是哪些人傳 沒有民眾因為這樣子轉發 被你們告到警察局去嗎 我跟你講我們告的都會是在特定 要對整個養豬產業影響的 而且那一些齁 我可以提供 所以我再說啦 我覺得是根本你們就是 你們就是為了趕時間 你們就只是為了趕時間 趕什麼時間 因為你這個不先公告完 後面衛福部不能做 然後呢 因為立法院不給我們開議 等到你們全部公告七天完 時間到了立法院再開議 所以連廢止一下 重新公告都不願意 所以現在在網路上 我們當然知道 但我剛剛查出來就叫公告 就是公告 行政院農業委會公告 政府出去的都叫公告 只是它是一個預告的程序啦 這個拜託不要再誤解這個部分 你不能這樣講喔 你不能這樣講喔 你這個部分 你就是因為少了之前 應該要有的完備的行政程序 其實問題現在反過來 怪大家 假消息比美豬更可怕 你自己在裡面 你這個就在啊 當然啦 因為這是特定的團體 然後你後來東西 誰知道你取代 你不同的文號 你是不同的文號 我來這裡專案報 我來做業務報告 我再把這些特定的混專 在特定的團體 你是不同的文號的時候 誰知道 你這個文號是取代這個文號 明明就是這個假消息在影響市場價格 主委一樣啊 那我問你不同文號 誰知道你這個是取代那個文號 所以我們你看 你上面沒有寫嘛 你講得很好 你上面沒有寫啊 謝謝我們黨也開記者會 希望我們讓這一件事情 更清楚對外講 第二個 我們都是如果為了要澄清這個 不是都為了養豬產業嗎 那我們都是開了記者會 為什麼 開記者會是怎麼樣 我可以提供給你 8月28 你們這都是做官員的心態啦 我以前也在一樣都說 我開過記者會啦 我澄清過啦 所以好像搞得 你只要講一句話 全台灣的老百姓 都要聽到你說的話 所以 所以不是你說的話 大家都聽得到 所以我們才需要 結果 你呢 結果你公告 錯誤的東西 繼續在網站上有 所以 結果 你澄清的東西 誰知道呢 所以我非常感謝委員 今天的諮詢 算是什麼呢 所以感謝委員今天的諮詢 然後就 還就開始講說 喔 你們這些民眾啊 都在放假消息啊 所以 我真的覺得很可惡啦 非常非常的可惡 非常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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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民眾說 因為這個事情 我為什麼會特別問 就是有民眾 因為這個東西 就被 要用社違法來辦 我覺得這件事情 到底是在哪些特定的混專 來 操作這個消息 你那個部分 怎麼叫操作 我就再說一次啊 你8月28 你這個文 都還找得到 一般民眾 不是公務人員 一般民眾 不是公務人員 你沒辦法期待 他看到一個東西叫 喔 這個名字寫公告 但是他事實上是 預告 你是不是太為難 太為難老百姓了吧 信仁哥 信仁哥是 對不對 太為難老百姓了吧 那他為什麼會 再大量的傳這個部分 我可以舉很多的例子啊 那我就說 你自己有沒有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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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自己有沒有說的 不夠清楚呢 你們自己有沒有說的 不夠清楚呢 你們自己有沒有說的 不夠清楚呢 所以請問一下 你們可以這樣子 對一般民眾嗎 你們可以這樣對一般民眾嗎 你可以這樣對一般民眾嗎 我們沒有針對一般民眾 我要再說的是 我們是針對特定的這些團體 所以真的是 傲慢到不得了啦 真的是你好大 給你鼓掌 你好棒棒啊 好棒棒 我非常感謝你 真的你好英明 好棒棒啊 我覺得這個議題 是對農民的傷害 我真的覺得你民營 我再說一次 你們 你不會說 檢討 你們會說得更清楚 你這樣講說 那個不對啊 那個就是預告啊 你們自己要去判斷啊 我真的覺得 你能不能謙虛一點啊 你起碼說一個 你起碼說一個說 好 我們對於是不是沒有把這件事情 講得清楚 我們再把它講得更清楚一點 而不是一開始今天來報告就說 就很囂張說 這個是假消息喔 要用假消息來辦你們喔 這真的是一個官員的態度 我沒有辦法接受你這樣的態度 再來 針對這些假消息來做這個 再來我要說的是 你一直在講一百多個國家是開放 是開放萊豬進口 這句話有很大的問題 你是不是只是把完全禁止的國家扣掉 你只把完全禁止的國家扣掉之後 全部都算為開放的國家 這可不可以讓我解釋 這非常重要 我覺得你現在是這樣啊 因為我從9月18號 跟你們要資料 要有哪些國家 到現在還給不出來 然後你到處嗆說 我明天就給你 抱歉我9月18到這邊等快一個月 還是沒拿到資料啊 我現在跟你講 一百零一個國家怎麼來的 全部的美國豬肉 一百二十九個國家賣出去以後 擴掉了歐盟 中國俄羅斯以外 二十八個國家 剩一百零一個國家 一百零一個國家裡面 有二十七個國家 他是有藥證 所有藥證就是 可以允許愛科多巴胺的藥證 他那個就是本來就是連國內也可以 再加上 再加上 他本身國內沒有發藥證 但他進口可以進來了 像CVTV的十個國家 除了文來以外 將就有十個 這樣再加起來之後 其他的國家 他沒有訂安全容許量的時候 其他國家就是 我覺得那不能算 其他國家不能算啊 他只叫他沒有標準啊 不是不能算 他沒有標準 他不一定有進口啊 不是 我們有些國家還是 透過相關的管道去詢問 然後 我還沒講完 好 你不覺得 讓我把一百零一個國家 其實我知道 沒有 但是你就把國家列出來 有些的 到現在為止 你們也不列國家是哪一些 抱歉 抱歉 還繼續 再來 再來 再講 接下來 對 還有行 vo someone 那請問一下 你又一直說啊,現在美國豬啊,我覺得這很好,時空改變啊 現在美國豬不管是因為萊克多巴胺本身這個藥對豬的不好的影響 或是是因為迎合國際的肉品市場,目前你說嘛,剩兩成,對不對? 沒錯 好,那請問一下,台灣人為什麼要幫全世界吃兩成的萊豬? 你可以告訴我嗎? 時空改變,用萊豬的比例越低,不是更有理由不要進來嗎? 所以為什麼今天叫做台灣人要幫全世界吃兩成的萊豬呢? 為什麼? 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覺得這就是大家的感覺啊 你只能再告訴我說,沒有啊,因為美豬進來的不一定有萊克多巴胺 可是問題就是我沒辦法判別了嘛 因為你外也不會標注有沒有萊克多巴胺,你只會標是美豬啊 但是美豬大家就都不吃啊 那可能就是來豬啊 你可以讓我解釋一下 他用的比例就越來越低 林瑋銘還有閒獎,我還有最後一個,抱歉 最後一個,主席,我有最後一個要講啦 因為這我真的希望你深思啊 你今天說你身為豬農的子弟,對不對? 你知道按照FDA,還有你知道在歐盟我推去看的 他的相關的,為什麼他們不進,不進萊克多巴胺 或是不使用萊克多巴胺,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是因為動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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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農委會也負責動物保護 你是豬農子弟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捨得看到豬 當他吃了萊克多巴胺之後 他產生的身體的傷害 跟對他的各種反應的傷害 我真的覺得你說你是豬農的子弟 你這樣子傷害豬 所以你可以 因為國內就不得使用 可以傷害其他國家的豬 然後沒有動保觀念 台灣是進步的國家 台灣不應該 台灣不應該 當不進步的國家 動保的觀念之下 就不應該讓豬 去使用萊克多巴胺 謝謝 謝謝